被霸凌 我小时候被霸凌 那你是有找什么 最后你是怎么样 就是放下这件事 或者是有什么抒发的管道 把它变成一些笑话 假如是他问我 我没有喜欢的男生 我一定会说没有 我一定会说没有 私密的你都 所以其实妈妈知道东西 我觉得你自己解决 你会倾向于自己解决 或是朋友聊什么 你还是会有时候 不太敢告诉妈妈这样子 青少年心中的想法 您了解多少 每个人对于情绪排解的方式 有所不同 如何不因情绪抑郁 而走向自杀这步 是无论年龄 都应该注意的议题 台北市自杀防治中心 就请到智商心理师 来告诉大家 身为当事者或是倾听者 该如何做 更能有效解决问题 我想这个大概是 不只青少年 每一个年龄层 大概都会有这样 自杀的一个相关的问题 那在青少年朋友里面 我觉得我们大概 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有在有很持续上升的一个状况的话 大致上我们要学习的一个是什么 我觉得就像刚刚影片里面提到 很多青少年朋友 就会觉得说 反正我碰到问题 好像跟人家求助我 会觉得好像是一个 比较丢脸的事情 好像是麻烦别人 那这样的一个观点 其实我觉得我们要 今天开始要做一些 不一样的地方 那有些青少年可能会告诉我说 我觉得其实我有讲出来 可是都好像没有人理我 没有人听 或者我得到的回答 不太一样 那所以这个例子 再来告诉我们 说出来很重要 青少年人 气YouTuber 一起上学吧 成员 紫柔 罗涅 也分享亲身经历 并且在担任 自杀方知中心的 街头访问主持后 有什么样的感受 因为我自己本身还是学生 在学业 课业 还有同才交流 同时兼顾的时候 有一阵子会觉得 压力非常大 要自我排解 因为很多负面情绪 就是种种而来 感觉怎么忙都忙不完 那时候我会选择 用哭泣来发泄情绪 就躲在家里自己哭 或者是听一些轻音乐 还有好好的睡觉 我觉得好好的让自己有休息到 整个心态也都会好起来 影片出现过的有一个女生 她有说她跟家庭 就是沟通出了问题 就是她分享自己的想法 但是家里却不赞成 她觉得自己的想法不受到尊重 因为我自己学生时期的时候 与家庭也有一种 世纪大征战的感觉 与他们沟通 然后是用 当下是用争吵的方式 我才好好的把自己的想法 全部都说出口 我觉得家里的沟通 是非常重要的 我刚好在影片里面说到位前 就是人生到目前为止 我最负面应该是我国中那段时间 就很低潮 因为家里的事情 但是后来就是 我慢慢走出来 不会再那么现在难过情绪 是因为我找到一个 就是宣泄的出口 就是我会跟我的信任的好朋友聊聊 然后告诉她这件事 然后她愿意听我讲 然后给我一些正向的回馈之后 我就觉得 其实我难过那件事 也不是那么的 我想的这么严重这样 所以我就是 后来长大后都会学会 其实我有难过的事情 应该要学会告诉别人 不是把她闷在心 我以前都会闷到一个 就是把自己闷坏了这样 因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就是那一对妇女 就是刚刚有看到 因为她们感情好 我印象很深刻 我没有说要访问她 远远这样走过来 我说要不要找她们 因为我还不确定 她们感情好 但我不确定是不是爸爸跟女 因为她们就是勾着手 牵着带走在路上 我以前就是 我跟爸爸没有这样相处过 然后爸爸是比较严富的一个存在 我会蛮羡慕这样的关系 我觉得如果我有这样的一个爸爸 我应该会很常把我的一些心事 当作朋友要这样跟爸爸分享 我想负面的情绪或是低落 心情不好 绝对每一个人都会有 不会因为你的职业是心理师 是精神科医师 就有跟常人有所谓的 所谓的一般人有所谓的不一样 我想是不会的 但是就是说碰到这样的状况 大概是要怎么样去处理 可能会碰到的一些表现或症状 当然就是我已经跟 从谁在我的脸上 你要看出来 这个人好像就心情不是很好吗 那或者是他有很多的焦虑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在我们自己心情不好这一段人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提醒的 你要开始学着去说出来 去学着说出来 你会发现你只要有机会说出来 大概世界都会变得不一样 那再来的话那很重要 就是包括刚刚影片 我们两位这个我们很年轻的朋友 也都要告诉我们的 就是我有说啊 我有尝试想要说啊 但是他的那个态度 让我觉得我不敢说 或是我不想说 或得到回应 让我是觉得说了没有用 所以其实最重要的部分 在听的那个人 我们不要去当那个 我们很习惯的那些大人 就好像常常会说 人家小朋友 或是年轻人在跟我们讲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们最喜欢跟人家讲说 你就是想太多 或者是说 你就是这个 年轻人哪来 那么多烦恼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直接这样子 好像人家都还没有说出来 你就直接把人家这样的状况 去否定掉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 会让反而让我们年轻朋友 更不愿意去说出来的一个状况 这是很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还是要说 就是听的人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当他已经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们的反应 我们的回应 就是取决于了 这个我们能不能继续帮助 这样的一个青少年的朋友 所以请记得 今天如果有人跟我们说 我心情不好 我觉得我们在展现关心的态度 反而应该是说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 有什么我可以继续在帮你的吗 依据卫福部统计资料显示 全国110年自杀死亡人数 及自杀死亡率已连续下降四年 然而其中15到24岁青少年 自杀死亡率 仍占十大死因中第二位 显见该族群的自杀防治刻不容坏 智商师也说明 若遇到身旁人有情绪困扰 或心情沮丧时 可以透过这三步骤帮助他人 让大家比较方便的去记忆 那大致上就很简单 就是三个步骤 叫做一问 二硬 三转介 那第一步就是问 问其实就是展现 我们关心的一个方式嘛 对不对 当一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就会提醒大家说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 你有没有发现到 他其实都是用问题 来展现我们的关心 为什么用问题呢 为什么用询问呢 他其实在告诉你 我愿意听你说 我还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 你可以多告诉我一点 所以是问 然后第二步呢 当然就是人家说了之后 你就要做回应嘛 那回应之后呢 很重要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刚刚在提醒大家的 请听才是最重要的 千万不要当那个 我们太习惯的大人 一开始就告诉他说 你不要想那么多 你应该怎么样做就好 我们还没有听完 他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记得回应是很重要的 再来第三个 就是我们刚刚两位都有提到的 他不是这个人 他刚刚有提到 包括1925专线 包括我们自杀房子中心 甚至你身边的师长 身边的这些朋友 他们都是可以帮忙你的一个人 所以转介 你有很多的自杀房子的资源 或者说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有很多资源可以运用 所以这是一问二硬三转介 其实您只要记得这样 其实我们都可以帮助我们身边的朋友 1925 然后这个要怎么记 就是1925 就是依旧爱我这个专线 他就是可以给 如果假如你今天真的找不到一个人 可以告诉他 你可以选择打这通电话 因为他有专人24小时 全年无休 然后免费的专线 就是他是可以听你讲话 然后陪你聊聊天的一个专线 因为你真的有时候生活中 你找不到一个人 可以去信任的人讲的时候 你反而可以找一个完全 你不认识他 还不认识你的人来讲 你会觉得反而比较安心 市府与自杀房子中心 期盼透过各种宣导 借由不同管道伸出援寿 接住每一颗即将坠落的心 记者问君台北报导